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 举伦 赵赵哥们是研究声音的啊 为什么叫野狼迪斯库呢 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卡带 叫做有野人迪士堡 机关 倒起来 倒起来 这位朋友不要告诉你们妈妈 一波跟看博物馆一样 以前的古人是这样做的啊 古人 合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小摩擦 肯定会有的 听谁的呢 还是听他的 还是痘痕 我想问再好在台上他不说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一波特别感兴趣 一波你是自己买票进去看过 对 都有哪些人 就是那个 那个地瓜干头 就觉得说像那个感觉 臭臭的 臭臭的 就是挺好玩的 臭臭 真的 跟我们演一个 就是你感觉最欠的一个表情 是什么样的吗 我的天呐 电影配乐大师阿宽 前来坐镇 大家好 我是顾虚阿宽 票房已经达到了统计数据是116亿 用王毅薄的生日期做旋律 好听啊 我一般作曲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贵的 比较贵的 导演那个卡里还有多少钱 好 来自我边都一起画个网 究竟谁能上冲 此后有何面目 立于天地之间 天天上上 让开心的声音 谁伴你吧 我是这个新的相让演员 王鸭博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Kindisch Asang 9月 Sarah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忧愁 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夏天的阳光 整个世界 真固的时光 美的小花圆 我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忧愁 统统都吹散 你跟我怎么着 你笑起来真好看 是的 像个晨天的黄洋 太晃了 整个世界 全部的时光 美得像花园 你笑起来真好看 BIG 诶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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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 诶诶诶 诶诶 诶诶 谢谢 好看 好看 各位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有电视机械的您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拼多多冠品播出的 天天向上 欢迎大家 是的 拼多多1212大醋 红包雨不停 人人都能领 刚刚我们几个人在化妆间里面 每个人都聊到了最近的焦虑 为什么钱锋你的焦虑是万分的焦虑呢 我是分离焦虑 为什么呢 因为跟我亲爱的分离了 天天兄弟 我亲爱的在家里面喵喵的叫 不是因为想我们对不对 是 是想你们 我的生活只有呼吸跟想韩哥 对 这话说的 你想你就忘记了呼吸 让人真是心里特别的难受 天鹤你有什么焦虑吗 没有焦虑 少年不知愁自慰 其实就是我在焦虑 我最近为什么不焦虑了 因为我之前特别焦虑 但是自从加入天天兄弟 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 没什么可去烦忧的 对 没有烦恼 开心 我也没什么焦虑的 那当然 开心 对 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是有点累 对 谁跟我睡觉 累一点 稍稍的有些辛苦 注意休息啊 大家只看到天天上上舞台上 兄弟们如此的活泼快乐的模样 其实兄弟们各有各的一些 大小不一的一些烦心的事 烦恼 但是今天呢 导演组呢 为了关爱我们天天兄弟 所以决定呢 节目就不录了 对 拜拜 亲友了 亲友 别别别 木匠 这也就是个梦 大家新年快乐啊 下期再见 拜拜 就找了五种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 和治愈的声音 刚才咱们早上那题 观众说拜拜 真的 跟我们招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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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跟我们招手了 既然观众这么不在乎 那我们就真在乎 拜拜 人家是白手说不要走 是 是 是 那姑娘说不送 不送 拜拜 待会呢 我们就会对五种声音啊 来进行拍卖 这位兄弟呢 就通过竞拍来获得自己 最心仪的声音 但是注意啊 我们天天兄弟和所拍得的声音啊 要在后半部分 要进行合作 要有一个声音的作品秀 太棒了 在竞拍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竞拍到自己 一听到之后 就觉得这个声音又对了 就是你的 就是我心中那个要的声音 最心仪的合作的声音 好不好 可以解除焦虑的 好 马上进行声音拍卖环节 谢谢我们现场的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不是天天向上的录制舞台 这是一个声音拍卖会的一个现场 大家面前都有很多举的牌子 有乘以一乘以二乘以三 我们现在呢 每一次加加是123元 待会儿呢 他们会依次自我介绍 每一位来拍卖的朋友 仔细聆听音乐盒子传出的声音 感觉这个声音 是不是触动了自己的灵魂 然后大家可以举牌来进行拍卖 好 接下来请大家依次自我介绍 哦 张震来了 虽然你没知道我的名字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听过我的一首歌 哪首歌 你的那首歌是什么风格的 那我来展示一段才艺 大家来猜一下吧 好的 当我拿起麦克风也再次抬起了头 像是爵士对公牛麦扣了最后一头 举起麦克尔泰森在拳台上举起的手 让麦克尔杰森月光漫步时光倒流 Heroes never die Taf God last right real man never fall Be a king Be the one 哎呦 哇 真的是很棒 这个人刚才有一段说唱 就证明自己是个right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2号声音 大家好 我们是快乐的制造机器 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基本功 基本功 好 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 我们手画 你先等会儿 这不是咱们的基本功 那是1号男嘉宾的基本功 好 嗨 东走浮灵下新村 卢子敬白酒燕 月情圣贤 那胆大黄文霸书来下 下之在荆州地关羽的掌浅 差不多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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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好 接下来3号声音 我是声音的魔法师 能用声音治愈你的烦忧 我想请观众朋友闭上眼睛 请你们享受我带给你们的声音吧 想象自己回到最初的状态 在妈妈的怀抱中 你还可以把这份爱 延伸到这个美丽的星球 山川 河流 森林 海洋 就是感觉回到了人生最安静的那个时刻 是这个意思 是吧 就是一种感觉 对 好 我们接下来听第4个 声音声音 大家好 我是喜马拉雅一名超人气王台主播 我的作品迄今为止 已累计高达107亿总收听量 有我声音覆盖的地方 就不会有孤单 有他声音覆盖的地方 就不会有猪单 对 孤单 孤单 想让猪单活 有泪 我想问4号播的是什么内容 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注意跟喜欢呢 我演播的主要内容是有声小说 主要题材是悬疑 惊悚 玄幻 都市 都市悬疑 惊悚小说 他是说都是悬疑 惊悚 都是 是都是还是都市 这位 都市 都市 都市的惊悚故事应该就是断绑了 然后找不着信号 这一类的故事 对 好 1958年 寒冬的一个深夜 陶梁结束了工作 关掉办公室的灯 疲惫地走在漆黑的走廊上 忽然感觉空气愈发的阴冷 陶梁缩了一下肩膀 加速前行 快到拐角的时候 一阵女人轻轻抽泣的声音 出关了 这个女人是谁 为何半夜在楼道里哭泣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芬姐 这个女孩叫芬姐 芬姐 特别好 芬姐 芬姐 接下来最后一位一个声音 好低 大家好 我们是新奇乐器的收集者 我们 走遍全球四十多个国家 只为寻找心目中最美的声音 下面就给大家听一听 我们心目中最美的声音 又要放我的歌了 也请大家闭上眼睛 大老师 闭上嘴巴 请大家欣赏我们从世界找来的声音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声音 没听过 最美的声音 不应该是支付宝到账 未见其人 以闻其声 各位对他们的声音 都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 现在马上进入了竞拍环节 按照一二三元的倍数 叠加直到竞拍的数额 达到自己心仪的价格 拿到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是一百二十三元呢 暖一点大家就知道了 马上进入第一个声音的拍卖 一号声音 听过你的歌 当我拿起麦克风也再次抬起了头 想学是对功能 买口的最后一头 好 开始竞价 我觉得我要支持一下这个朋友 我先出三倍的 三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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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四 好 王一博已经出了三倍 你出两倍有什么意义 好不好 你在干嘛 王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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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注意你的状态 王一博说 反正有钱没钱博一博 是不是 来 有钱没钱博一博 反正回去开摩托 好不好 好 前锋 前锋 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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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比前锋再高了 前锋已经最扩起了 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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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的 高天鹤 就被这个格 成江 好 还要演一下那种 开心 前锋 演一下失望的表情 太棒了 中年胖的闹觉 妈妈要睡觉 你都三十多了 前锋 注意你的坐姿 好 接下来各位 第二号 二号的声音是一对声音的包袱 冬走后 扶灵蝎醒闯 来 大家准备进架 有没有赢架的 我还是三 有没有赢架的 有没有赢架的 好 王一博 别人举三 你还是举二 来 一博没想到直接举三 对 好 有四倍的 有四倍的 有没有 好 前锋 五倍 前锋 赐赛必得 在第一轮他没有进拍到 发出了中年男人闹叫的状态 前锋 进拍成功 恭喜 恭喜 胜利了 胜利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好 太好了 接下来我们是第三号声音 想象自己回到最初的状态 有没有赢架的 有没有超过的 我先来个三 好 大张伟 三 大张伟 有没有高过大张伟的第三 不是 你们连举都不举 对 谁要举 我必须得举了 那你要这样的话 那你要这样的话 还有五 五 来 最高的是谁 大张伟 恭喜 成功 太好了 好 接下来第四位 都是悬疑 都是巡逻 都是巡逻的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来 有没有 好 王一博 王一博 2倍 246 这边是多少倍 3倍 369 5倍 王一博喜欢的都是悬疑 逼开成功 现在请揭晓声音大咖面前的真实身份 帅气 帅气 董宝石 帅气 帅气 我是野狼迪斯科的作者 宝石GM 最近这个很红很红啊 好 第二位 第四位 客棠和酒粮 大家好 我们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孟客棠 我是周酒粮 我们的是快乐的创造机 集气 集气 好 接下来第三号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秦毅 秦教授 教授都是研究声音的啊 帮你解决内心的焦虑 用声音去抚平你内心的一些 我选的就是你 谢谢大老师 当然 你看真是不一样 是不是 都是教授 我是博士 我什么都博士 好 接下来第四号 大家好 我是新马拉雅的帅气有声男主播 我自己给自己说啊 帅气 帅气 那么剩下来还有一组未被选中的声音呢 进入到待定 四位都有一个替换的机会 神秘 可以换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你们可以跟自己身边的 选定的这些声音进行交流之后 你们会决定 有可能这个声音不大适合我 我有可能要换一下5号 这位朋友的声音 好的 接下来进入到声他的访谈环节 谢谢 谢谢大家 这个声音大咖野狼disco的原创 宝石 这是您自己本名还是义名 这是真名 十年前您就问过我 十年前 对 你看 我叫宝石 你姓宝啊 我姓董 董宝石 董宝石啊 宝石鉴赏专家嘛 叫董宝石 太好爽 太好棒 第一杯都把酒端上 大火炕 摸着炕 像咱性格一样 22岁当年 对 人家应该是说唱界的前辈了 对 我还有印象很清晰的点 就是当时我们天天向上 把这些说唱的孩子请来 特意做了一个主题 叫做城市说唱少年 是的 对对对 那这十年白菊过戏 所以我从一个说唱少年 已经变成一个摇蛇老父亲了 哦 居然当父亲了 对 老舅 老舅 每年啊都会有诞生 全民都热播的这个进取 对 特别红的歌 从最开始的这个《坦特》 童年大老师 是的 到去年的 我们一起学猫叫 杨光彩虹 小白妈 哎 也火 那2019年最热的歌 最火的 我走到哪里很多朋友 我之前录节目 跟林一轮在一起 老胖 我开着车嘛 他坐在我旁边 永远就是哼 走走 咱们永远就是这个 咱说就真的这么红 但是一首歌红 一定有原因的 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讲 大张伟 哎 音乐角度 那当然了 那还得问老师 我不敢 不敢 不敢 您是大老师 您对吧 对对对 我不是音乐人 我不是音乐人 就是从音乐上怎么弄 还能红是吗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看时机 因为你这个歌 是以前早就写过的 对不对 之前写过的 对 之前写过的 对 这首歌其实也沉寂了很长时间 实际因为另外一个节目 啵啵啵一弄 他就出来了 荒鸡荒鸡全炸 敞得就鲜了叫 这首歌被你一说成变成野狼 大荒鸡呢就是 荒鸡一下这歌就红了 对 前锋好像对这个就是比较的灵感 太带劲了 就是贼走 贼走了 不是 就是贼听 贼 就是贼听 还是贼听 贼听的感觉 就是心脏跟着一起跳动的那种感觉 就是 走 一起 就是 就是那种 就是这种 好像是腾儿老师的版本 腾儿老师 对对对 特别有那种劳动浩子那劲 对 但是天鹤你看 你应该会很有感觉 东北 对啊 我们其实听到这种假粤语嘛 就塑料粤语 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你们记得有一次李健来上节目吗 李健说啊 东北小孩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别喜欢唱粤语 对 非常喜欢 迷之粤语 吹擦风云 从小唱的 吹擦风云 吹擦风云 贼酷贼帅 这东北这河南啊 都是北方的 要不要 我我我我 很少 基本上不听 很少 基本上不听 你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都不喜欢粤语歌呢 一波就是这么酷 人家问他明天能不能吃饭 他说我明天我不饿 我我我我听周杰伦的王力宏 对 哎 这么一首火的歌 他这不是这个火的歌 到底就 这 要具备什么条件 才能否是这样呢 又一首什么条件 可以 可以 等一下 节目刚刚开始 还有两个多小时要录呢 那要具备什么样的元素 才能成为那么火的年度金曲 只有这两位有资格 首先那个我个人认为 可是互动性要强 对 就是人一听这歌 就感觉他能跟这首歌 做一些什么事 对吧 你看洗刷刷 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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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能感觉 他这个就更直白 就是说跟我左手一起画个笼 你能跟他一块玩 现在 右手一起画个笼 右手一起画个笼 反正左手右手的歌好像都火了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哎 哎呀 我也是偷偷发现这个规律的 结果没想到你们也发现 这家伙唱 你都发现了呀 暴露了秘密 暴露了秘密 那为什么叫野狼迪斯科呢 不是野狼狼啊 龙哥那种画的 是不是 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卡带 叫做野人迪斯高 对 哦 哇 走 你门 你门倒起来 你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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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门 你看看 你看看没有 专业了 那时候我门起来 专业了 那时候我门起来 专业了 一伙来到了这个节目 跟看博物馆一样 哦 以前的古人是这样做的啊 他们在火把面前 对 在唐朝就是这么蹦逼的 对 因为野狼迪斯高 有那个动作嘛 是不是 学校的朋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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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任何时候 只要音乐响起 你跟着它的节奏 随着你的心思去动 是的 我觉得那就是最好的迪斯科 对对对 我特别想起来 以前大概90年代 大家就是面对面地做这个动作 我记得就 对 是的 所以画龙就是从这来的 哦 对 那还会有一个人 这么着钓鱼钓过来嘛 然后那个人就这么着 给你游过去呢 你是不是傻啊 是有这样的 对对 还有这种球 对 闪耀的灯 感觉不小心发愁 一定会有这种装置 对 还有你说那个 什么怎么着 这发愁那个 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球 好像有事再发愁 对 以前凤丽还喜欢低头 对对对对对 很深沉感觉 对对对对 谁也不看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动作 其实就是甩手 很多动作就是莫名其妙地 要伸出食指 往天上指 然后我就想 我要把这些用精准的词 来描述出来 把它抓住 对 把它抓住 仔细听这个歌的歌词 你还真能够回忆起 自己青春岁月的时候 在那个低厅里面 挥洒自己的热情 年轻嘛 是 那如果宝石跟天鹤合作的话 就不应该是这个野狼 迪斯科了 野鹤 野鹤 野鹤迪斯科 都行 都行 期待你们的野鹤迪斯科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快乐的声音 有请我们的喜剧新星 行走的包袱 孟河汤周秋良 来了 来了 到您这儿了 不让说话太难受了 李多人不怪 两位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也想画龙跟着 对对对 你俩也这样 画着就上来了 就是他们这个年轻 现在说相儿 以前跟老一辈的说相儿 完全都不一样了 动起来了 动起来就比较多 包括酒粮有的 这你也知道 我都知道 他有时候还想提早下班 走喽 是真的喜欢看 因为跟卢德纲 因为我们认识时间太长了 我之前也听这个老郭 就说过 在他的徒弟进门之后 都会先取一个 取一个名字 一名 我师父徒弟分八颗 云鹤九 骁龙登四海 我是鹤子科 他是九子科 九子科 像云鹏他们是云子科 云子科 这个不是说有备份 没有备份 这八颗其实都是平辈 都是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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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你们二伯 按照备份说 有没有师兄弟 有 谁备份大一点 那我是师哥 我鹤字的 他说云鹤九孝 他说云鹤九子 就是虽然是同辈 但是还是有师兄弟 对对对 一年级 二年级 他是二年级 我是一年级 这名字呢 大概其实就是 我中间有一个鹤 像那个鹤 大屏辈 三个屏辈 高贺天吗 在中间 在中间 高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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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这个名字 他每个字 可能会后边那个堂字 姓不给 比如说我那个堂字 是我师父理解的 在网上说 我在于谦老师的饭店 曾经当过大堂经理 对 所以说我师父给名 给个堂字 给个堂字 其实是我师父知道的 是大堂经理 当时我在的时候不是 哦 拼多多 孟赫拼多多 拼多多来大堂呢 其实不是大堂经理 他是大堂 他就是大堂 对 那为什么不叫孟赫大呢 我不是 其实叫总管 哪儿我都管 对 哪一个浮沉在那儿 楼面 就是幸亏没让我师父知道 我是总管 要不然我叫孟赫管 孟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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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拿扶尘干的活 老林的了 孟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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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酒粮您的是 周航本名是 师父怎么说要给个 这九字科 九字科 这粮 这粮呢 就是在学习的时候 这业务啊 包括成绩也比较优良 他叫周九优 周九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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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如叫周成绩呢 你知道吗 周成绩 周九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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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优良 行 你看这师父取名 你们还是特别特别有奖 你知道吗 没错 所以你们这个组合 是师父指定的 还是你们自由组合的呢 什么 差点说成自由恋爱了 吓我一跳啊 我们可能算自由恋爱吧 你管什么 不是 我们中间也没人 对 介绍 我没有人 你们怎么认识啊 没人 没人 没人都我们介绍 没人给你介绍 没人给你介绍 您是多大岁数 就跟师哥一起搭档 17岁的时候 跟孟老师搭档 到不了30 到不了30 17加9嘛 26嘛 他永远都到不了30 我活不过5点30 对对对 到点厉害了 我看看表 行了 别别了 掐点 我看看表 别掐点了 其实真的说像 这个搭档 有的时候真是一辈子的事 差不多 你二位有没有想象过 俩人在舞台上 要说十几二十年 就这么 我们已经9年了 合作十分啊 周九年 对 周九年 周九年 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小摩擦 对作品的理解不一样 肯定会有的 两个人想法肯定不能统一嘛 对不对 最终听谁的呢 还是听他的 对 他是漏根 哎呦 我想法再好在台上 他不说 没有办法 我这是比较借鉴 你反正你就不说 你走啊 我也不说 你也不说 下班啊 走啊 到点了 观众就退票了 就会探讨 两人会探讨 对 这个相声是传统艺术吗 然后里面很多的 讲究 讲究 是怎么样能够吸引的 年轻观众呢 哎 你要说相声 就是不用什么基本功 就站那儿就行了 就站在这儿就可以了 对 刚才你看 俩人都跟了一下 你来了以后 就不需要什么基本功 一般接着就 那是 站在这儿就行了 已经会接了 很自信了呀 对不对 可以可以 其实现在的年轻的观众 更多的来听相声了 反而那个好多的老的观众 不爱进剧场了 喜欢在家里边看电视啊 听发霞子 对 听喜马拉雅 大家认为说相声呢 是传统的东西 其实它并不传统 它一直都在与时俱进 因为它每天都在更新 新鲜的事物 像老舅的那个 左手画条龙 右手画彩头 我们都会放在相声节目里去说 已经是段子了 对 因为它是当今最后的 它永远都是新的 相声不旧 对 所以说一个好的相声 缺少不了一个好的本子 对 所以说结合时是做本子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传活 对 传活 对 有的时候就是找几个朋友 一块聊啊 或者说我在家写完了之后呢 我找他 他是判官 第二天他就给我删 这句不行 那句不行 有的时候在想 哎呀 乐死了 晚上睡觉都乐得不行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一枪给我毙了 他想法很好 但是展现出来并没有那么好笑 有时候我会找师傅 把我的本子给师傅看 师傅说哪不好哪不好 然后他再把他的本子 拿出来告诉你 应该怎么写怎么写 然后我再说的时候 他本子里的东西就到我这来了 哎呀 师傅就抄我又要版权费了这样 其实我们这里的 对相声感兴趣的大张伟 在里面 所有人 都感兴趣 一博特别感兴趣 睡觉听 我也挺感兴趣的 真的 睡觉不挺 但是就是也感兴趣了 对 那看过 去看过 去看过 那是谁说的 那是前方说 你去看过 对 真去看过 王一博太刚了 我跟你说 刚才怎么说 那谁说的是睡觉听 我睡觉听 身体睡觉听 我听郭老师的 他说你 德云社的所有的相声 对 就是喜欢找一个相声演员 陪伴你入睡 对 一博 一博你是自己买票进去看过 对 在北京三里屯 是哪一场都有哪些人 要证明一下 都记不太清楚 但我去过两三回 去过两三回 都没记住台上有谁 然后就是那个 那个 地瓜瓜挺好吃 地瓜挺好吃 光是台上的人 真的每回去的时候 人都特别满 是 我们就纳闷 你怎么抢着的票呢 票特别紧俏 我是去了之后 就刚好有票 我是真的就是 就是闲得没事 然后闲得没事 然后去听听 不是 也是喜欢爱听 就是 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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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做一个动作 你理解我现在好不好 这很容易得罪嘉宾的 他这是比较喜爱相声的 不是 喜欢相声 对 因为他闲着没事才去看的 你看走心了 走心了 下回换一个爱号 吃地瓜干儿 闲着没事吃地瓜干儿 不然不是闲着没事 什么去呢 李老贵找不找吧 那个一博刚刚真的私底下 就是为了证明他特别喜欢相声 对 他就跟我私底下说 说 风哥 待会儿我跟这两位相声演员 合作一个 他说我跟你换一下 对吧 我跟你换一下 他想跟您二位合作一段相声 不是 一博你 极限挑战 看见没有 真正 这是对我们的挑战 对 跟着贝尔去抱歉 跟着一博说吓嗓 都是一个路线 一博 地瓜干在了 地瓜干 一碗上台得吃 都是厉害的 都是厉害的 一博你也想不开 真的 一博可以 我真觉得挺有意思的 不是 说相声不能有偶像包袱的 没有偶像包袱 人家没有 才长得像偶像 就觉得说相声 那个感觉劲劲的 恰恰的 恰恰的 就劲劲劲的 劲劲的 真的 真的 王一博 他说我们劲劲的 王一博 能给我们演一个 就是你感觉最欠的一个表情 是怎么样的吗 因为王一博从来都是帅的 你们收线有什么欠的 当然那个 没有 我平时看那个岳云鹏的 多一点 对 我的天哪 那个 就是 你会吗 你会吗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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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了 也行 这个我们真的是期待 可以 这一队相声演员是酒精考验 各种场面都见过 各种现挂 但是能不能够挂住王一博 就不一定了 这厉害了 待会要排一下 太期待了 排一下 现在就要现来 现在就来 来了 他们俩有一段 王一博 王一博 王一博是这样的 你先看看 你先看看人家 反正现在闲点没事 先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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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你就站在我这个位置 一定要逗跟 因为长得帅的必须要逗跟 夸自己呢 来 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孟和唐 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是我的搭档 叫周狗梁 拿这个狗梁老师来说 我只是说九字的 九字的 狗梁你是饿了吗你 那叫九哈 九 周九娘啊 拿这个周九娘来说的 他跟我女子旁架上了他又 我们合作很长时间了 不少年头了 一会儿呢 我们又要跟一博说点相声 不知道大家期待不期待 是 所以 你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非常的期待 他们不是期待咱们俩 那下回再见吧 再见 再见 拜拜 后会有期 一博 你等一下上去也要按这个辈分来 对 你现在叫王一博 是 找王九博 王九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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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三博 王鹤博 王鹤博 鹤博也好听啊 王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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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鸭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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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说的啊 王鸭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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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节目当中自称王鸭博 王鸭博 对 人都是会变的 王一博说这样 有点像杨绍华先生那种 对 半天喊 冒一句 半天不出声 时不时处你一下 处你一下 王鸭博 我要开花那句 一博 你期待吗 我感觉特别有意思 真是跟二位聊天 就特别有意思 轻松 然后能够缓解压力的感觉 我跟你说 你这段相声 说完以后过段时间 有可能在喜马拉雅 别人就听着你的相声睡觉了 王一博 对 那是好了 有缓解压力 是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提到喜马拉雅 在喜马拉雅APP上面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对 是吧 相声 就是不只有相声还有段子 都可以帮助大家放松解压 对 像郭老师的相声 小月月的超清经典相声 集 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听的 对 还有孟和唐周久良的相声 对咯 大家可以去多听一下 所以现在王牙朵加肚组合 哇 这个好 期待期待 哈喽 终于来了 哎呀 帅 太帅了 太帅了 先坐坐 先坐坐 讨论半天了 讨论你 你有没有平时觉得特别搞笑的脑筋筋组吗 会吗 就是看的少 看的少 我有一些冷笑话 冷笑话 冷笑话也行 你先说两句 那些冷笑话 我估计有点大家都知道 就是 你有什么比较擅长的语言环境吗 好像有点 你这样吧 这样吧 刚才我也想了一下 比较简单的 你能比较接受的 对 比较简单 这样就比较简单 非常简单 那我是接不上 接不上怎么办 你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 开出我的思维 我就能猜上来了 再说 第一句怎么说来的 哎呀 我让一个丫脖给我烤住了 这么着 你等着我吧 你等着丢人吧 你就 一会儿你就栽命 碾压你的智商 你的智商 今天晚上好 谢谢大家 对 我是这个 新的相让演员 王鸭博 对 大家都欢迎您 就是我搭档 嗯 这今天啊 您不要再 不要再说了 我连个名都没有是吗 不是啊 怎么哪个都跟上来 都是这套啊 不是 我这新演员 有点紧张 有点太激动了 这字刚才没仔细看 好好看清楚一下 好好看一下 因为他这个字啊 已经有点小 还比较多是拼多多 对 我三星大当 拼多多 对 你 你先歇会儿 你先不要再说话 我这有点紧张 周九良 对 周九良 咱说清楚了 我听说你们这个相让演员 相让演员怎么着 都特聪明 是吗 别相让演员 他们说的就是我 就是您啊 就是我 脑子特别好 哎呀 谢谢大家的认可 谢谢 这巧了 我也挺聪明的 今天我来考考您 您要干嘛 考您呢 您带自然了吗 您考我 不是那个考 您是什么意思 考考您啊 就是考考 脑弯极转筋 对 对 长得挺好看 这嘴怎么不利头啊 还脑弯极转筋 脑弯 你是怎么琢磨出来 那叫脑筋碗专辑 脑 呸 你这也不对啊 不是 不是 错了 那叫什么 脑筋极转弯 太棒了 对 脑筋极转弯 太好了 哎呀 这终于顺过来了 就是灯迷啊 就是灯迷 对 灯迷什么的 考您一个 没问题 你只要说一个 我就能答上来 这个说 咱中国城市里 哪个地方信号最不好 贵州 对 山区 山区 不是 不是 那蒙古 草原 是远了点 但也不是 那我不知道啊 这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啊 嗨 那我来告诉您吧 那你说吧 说 嗯 中国城市 哪个地方信号最不好 哪啊 宁波 为什么是宁波呀 因为宁波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别拐着我说话 我有我的节奏 哎 对 宁波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不知道了 你们都是一波的吧 不知道了 你们都是一波的吧 你们都是一波人吧 啊 这么着 这算我疏忽了 疏忽了 疏忽大意了 啊 这才第一题 再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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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了 行 那我给您说个简单点的 说丹鼎鹤 丹鼎 嗯 他平时为什么喜欢 他喘着一只脚站着 喘着一只脚站着 喘着一只脚站着 对 这我不知道 这又不知道了 这什么原因 他为什么要喘着一只脚站着呢 因为啊 什么原因 他喘起两只脚的时候 嗯 就倒了 这又不知道 答不上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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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脑仁儿疼啊 真是我说了那么多年 向上让一压膊给我烤住了 哎 他给你烤熟了 这么着啊 别看你说的问题我没答上来 嗯 我说一个脑筋急转弯啊 你也未必猜得上来 哟 考考我 考考你 来 您说 我说呀 对 别着急 我叫一个助手来 来 孟和唐 来 快 怎么嘞 过来 哎 大家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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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是 是我找的你 是我找的你 你们俩握什么手啊 不是认识认识吗 是认识认 我现在遇见一个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刚才啊 我跟这个鸭脖 这个衣博啊 我们俩这个互相猜谜语 是 你猜结果怎么样 还用猜吗 不要质疑 你答对了 我就是没猜上来 就是没猜上来 我为什么叫你上来 你知道吗 你得说一个呀 我给你出一主意 你考它去 我考它去 我先考你啊 看你会不会 你说 你说 说这个啊 鱼缸里边有一金鱼 有一乌龟 放在冰箱里 第二天打开之后 金鱼没了 这个金鱼去哪儿了呢 试试啊 啊 乌龟呀 纳闷呢 这个金鱼去哪儿了呢 明白了吗 不知不觉 你就当了回乌龟 考它去 大仇得报啊 对不对 大仇得报 考它 哎 要不来 来 来 来这块 快搞不好 我给你说一个 跟我出一道题 猜不着 哎 行 你听好了 你得注意啊 好 说 有一个鱼缸 一个鱼缸 是吧 鱼缸 这个鱼缸里头 有一条金鱼 小金鱼 跟一只乌龟 乌龟 两只动物 然后 把这个鱼缸啊 放在冰箱里头了 转过天 打开一看 诶 这个王八不见了 王八不见了 怎么回事 王八不见了 金鱼也纳闷呢 这王八去哪了呢 哎 哎 完了 完了 哎 怎么了 你看 他不知不觉 他就当了一回金鱼 当金鱼有什么可耻的吗 他 乌龟呢 你看看这个金鱼到现在 她还在吃手 他打不上来啊 行了 完了 混蛋 失败了 失败 金鱼没了 乌龟没了 干什么 你早干嘛去了 你是不是没有标注啊 我还怎么标注 这 这这么说 这 这这提词 这这太失败了 太ACT失败了 这么说 我再跟你说一个 换一个 周九良 你说 你见过乌龟摇头吗 见没见过 没有啊 瞧见了吗 你让他摇头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哎呀真是精彩绝伦 哎呀 鸭蚝 过来过来过来 那王八去哪了 咱别问那个了 不要纠结那个了 不要纠结 又来一个新课题 新课题 哎这个你准不知道 来您说 你准答不上来 答不上您说 王一博 我就问你 你见过王八这样摇头吗 完了 你摇什么头 你让他摇 他没见过 这回算见着了 我也见着 大伙也见着了 我这不是给他做示范吗 我 就你这个脑子 就你这个脑子 还跟人拼呢 颜值拼不过人家 就剩点智商了 你还没有 不是你别说 你再说一个 我说什么 你再说一个 我靠大家 我不玩了 你们俩玩吧 不是你别 你再说一个 最后那句话忘了 不知道怎么说了 最后那句话 不知道怎么说了 忘了 忘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可以 可以 这真没想到 太棒了 我们这么多词 我们只短短的 大概齐二十分钟左右吧 不容易 不容易 一博太棒了 真的 所有的词全记住了 而且没有拉缓节 没有拉任何的东西 而且最棒的一点是 他有现挂 真的 我就是劝一博 不要说相声 要不然我们就真没犯了 真没犯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请上 我们的有声 紫荆 来 掌声有请 欢迎我们到紫荆 这个演绎的真是深深入耳 刚才这个讲故事 配上一些音乐的话 有很强的画面感 忽然感觉空气愈发的阴冷 桃梁缩了一下肩膀 加速前行 现场有很多朋友们 都是闭着眼睛在听的 觉得特别可怕 冒昧地问一下 您是哪一年呢 我91年的 91年的 那您演播了那么多作品 哪一部是您自己 到目前为止觉得 一说起这个 可以跟我的名字挂上钩 还是有一部的叫摩金天师 这是在喜马拉雅上 单部点击量最高的一部作品 现在已经超过40亿的播放量 一般你知道吗 像这种数据 还有最高都是由我们说的 可是你自个儿都会说了 然后出场的时候还说 对 我是最帅的波音 那是 现在大家为什么就特别喜欢听 都市悬疑类的这种作品 不只是都市悬疑类的吧 在大城市中吧 北上广深 大家比较忙 然后听有声说呢 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方式 抚慰你的心啊 其实我对这个说书 也非常有兴趣 那您试试吧 你受得了惊悚吗 太适合了 随时变身 我这有一段比较惊悚悬疑的内容 前方打开就吓死了 什么 没有 没有 打开 好像很单纯 奶衣服 很单纯 真真能打开的是不是 单纯 单纯 好 准备 稍微虚着点 虚着点 开始 大学时 学校每晚十二点钟 准时断电 那一次我因为临时有事 回到宿舍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深秋的冷风吹在窗户上 发出震战凄厉的屋檐 我心头也不仅有些发毛 你看心头有毛吧 嗯 我不仅加快脚步向寝室走去 门是虚掩着的 我轻轻一推 你 什么 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打开了 刹那间 一张冷冷的笑脸 跃入我的眼帘 头颅微锤 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 哈哈哈哈哈哈 非常非常就是 直勾勾地望着我 跟我说 跟我一起左手 画个龙 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走起来 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 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别听 在你胸口上变回一个头 好了好了 哎 惊悚的惊悚的 哎 两个食指 就像两个春天虹 只是伤 对那子晶如何把一段文字 演播的让人充满画面 对 其中要求很高的就是 对于画面的掌控 以及情节的掌控 让听众只是听 就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 好 那实际上 紫荆您来示范一小段吧 对 我们来听一下 大学时 每天晚上十二点准时断电 那一次我临时有事 回到宿舍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深羞的冷风吹在窗户上 发出震震的乌烟 我心头不禁有些发毛 不禁加快脚步 朝寝室走去 门是熏掩着的 吃压一声 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打开 刹那间 一张冷冷的笑脸 跃入我的眼帘 只见一个身材瘦瘦的男子 正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态 骑在下铺护栏上 头颅微锤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上海的一发 我想要带你来一个 这个是主题曲对不对 不是一份 你看啊 果然是这个 西马拉雅的投资 真的 这个节奏不一样 至今前不久呢 刚刚入选2019 中国福布斯 30岁精英榜单 天啊 扶不住榜单啊 扶不住 扶不住 他的粉丝也很多啊 对 西马平台的关注量 已经快千万 900多万了 就比较幸运 比如说我碰到了 西马拉雅这样的一个平台 而且就是 即便说我们再厉害 但是我们也是根据文字 作者的作品 去改编成有声作品 那么重点来了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刘慈欣老师的三体 已经在喜马拉雅 改编成广播剧 已经在123狂欢节期间 独家上线喜马拉雅 而且刘慈欣老师之前的 那个改编的电影 《流浪地球》也非常的精彩 哇 现在也在喜马拉雅APP 上线的三体广播剧 然后我们可以 用听的方式 打开科幻世界 123期间 还有五折优惠抢先听 是的 而且今天紫禁 作为喜马拉雅的主播代表 还给天天向上的观众 带来一个专属的福利 现在下载喜马拉雅APP 搜索天天向上 领取天天大礼包 123元 津贴 VIP会员 好书好课 《免费唱领》 超多解压治愈的专辑 可以免费唱听哦 所以大家如果想听更多的 紫禁的作品呢 就可以拿起手机来 赶快下载喜马拉雅 有更多的免费的 可以听到 都可以听到 我们再次用一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紫禁 谢谢 谢谢大家 给我们带来超强的 画面感的有声故事 嗯 为了给大家呈现更好的效果 导演组呢 邀请到了亚洲票房 最高的作曲家 前来助阵 掌声有请电影配乐大师 阿坤 大家好 我是作曲阿坤 主持人好 阿坤你好 大家这段音乐 一定是非常非常熟悉啊 是的 这是我们《学经》上的中国的音乐 这是 把大家称作下饭音乐 听到这首歌就想吃好吃的 阿坤老师带着饭香上来的 带着饭香上来的 我特别想问一下阿坤啊 就配这个音乐 是不是边流口水 边看着那些画面给他配乐 其实给舌尖配乐 是一个非常愉快 但又非常痛苦的经历 为什么 说愉快是因为跟小新老师 在艺术上沟通完全无障碍 大家心心相惜 但是说痛苦呢 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舌尖那些垂涎欲滴的食物的画面 他们给我的是完全无压缩的 高清的那些画面 在我的工作室的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你真的是想去把显示器吃了 吃显示器 而且有时候工作倒挺晚的 看着那些画面 对 要不会写出那个 那个拖液的一滴一滴地把它掉了 对 而且因为我们的录音棚里面 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任何一点小的声音 尤其从这个肚子里面出来的声音 是会被捕捉到的 就是所以说得忍着 饥饿的那种咕噜 那正好歌在音乐里更好 除了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还有哪些音乐 也非常有幸为 中国的科幻剧是《流浪地球》 然后最近的《我和我的祖国》 徐晨导演的《夺冠单元》 然后周勋老师所饰演的剧版《红高粱》 《风味人间》等等的影片配音 这么多活儿 这么了不起 对 所以老师被称为亚洲迄今为止 票房最高的做起家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票房已经达到了多少了 多少了 其实我也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看了一下某个机构的一个统计数据 是116亿 这个数字其实也让我很吃一惊 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统计过 然后我还不如不干 因为跟你没什么关系 对 一百多亿跟他没有关系 看了更伤心 就是说他参加过的这些电影 票房架在一起 但是有您的这个 让他们的电影更加地增采了 对不对 对 那安坤老师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学作曲的 我其实是四岁开始学习古典钢琴 四岁 四岁啊 我天哪 我天哪 但是说我听说您就是11岁的时候 就已经能过钢琴10级了 我在考试10级的时候 弹着弹着弹着中间有一段就忘了 只能现场就编一段接过去呗 就会创作了 对 可能就是创作的雏形吧 电视剧《红高粱》里面那个酒儿 我们大家都熟悉啊 那个旋律 把那个人的心啊 那个柔啊那种感觉 老韩也演绎得非常非常好 韩慧老师 对对对 你当时动机是怎么产生的呢 怎么写出来的 其实这一次跟以往不一样的是 我并不是看着画面去配乐 而是说是在他们拍摄之前 我看着《大纲》去开始创作 看了《大纲》之后 我非常被剧情里面的人物 所映射出来的 我们这个民族的那种 就好像高粱从土里蹦出来 那种强大的生命力所感染一样 所以我写了一个音域挑动 非常大的一个曲子就玩 那您写旋律的时候 你怎么能想到 这样一个旋律线呢 当然有多年的理论积累 但有些时候灵感确实就是一瞬间 我记得我在写《红光蓝》最后曲子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快 就看完《大纲》之后没有多久 就这个旋律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就感觉就出来了 对对对 是的 这个就是所谓见悟到顿悟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平时积累比较多 积累太多了上次了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别的作曲的方法 比如说有些时候 我们根据姓名也可以作曲 但更多的时候 还是根据剧情里面的人物 比如说我们用音乐去描绘 去帮助镜头讲这些故事 好 给您一串数字 您能够用不同的旋律展现出来吗 也可以 真的 来 王一宝 好 用王一宝的生日期做旋律 好 我还不知道这个生日可以 王一宝 1997 0805 好 开始了 好 来了 用压乐器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就是 1 2 3 4 5 6 7是 Dorei Mifas Solasi 8我用高音的Do 9我用高音的Right 0 0我们可以省略 就是1997 85的话 听起来可能会是 天天向上提醒您消耗看点 好听 好听 好正 特别正 真的 问音频老师要 老师我们能多试一个人吗 对 听一下导演这个塔里还有多少钱 好 我一般作曲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 原来是这样 当你闭上眼睛 你会感觉到这个声音 从各个地方过来的问题 我现在感觉到就是浩瀚宇宙一样 我是感觉 一个人 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比较 女孩一听门 燃烧荷尔蒙 拼多多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拼多多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拼多多过名的天天向上 拼多多 1212大醋 红包雨不停 人人都能力 打开拼多多 进入1212会场 最高里 1212圆 超大红包 搜幸福小镇 迎1212界 超值好礼 谢谢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就是1234567 是Dorema Sola C 8我用高音的Do 9我用高音的Right 0我们可以省略 就是199785的话 听起来可能会是 就来了 开场何卷 王一波之歌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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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一个很正能量的歌 对 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玩的 用每个人的数字 都可以 真的 做出来每个人 就属于他的那个时候 那种歌 对 那一波你喜不喜欢 非常喜欢 就听起来很有幸福感的 特别像韩磊的歌 韩磊的歌 对 对 一波你喜不喜欢 一波你要待会儿把那个阿宽老师刚才的那一段 你要得你自己录下来 对 留下来 录下来做手机铃声 对对对 问题是阿宽老师现在再弹一遍又记不得了 你急不急得大 弹出来肯定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都是提醒的嘛 都是提醒的 请看回放 可以 没问题 对对对 可以 真的 问音频老师要 老师我们能多试一个人吗 对 我能吗 我是1983 0831 可以试试 试试 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 好吗 你又多了一个音 我先说一句 我一般作曲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贵的 我明白 我明白 没事 我们导演有的是钱 对 好 可以 咱们再做三段那会儿 一 九 八 八三 然后 八三一 好 这样的话 小猫驴儿 我也不愿意 你不要锢 你不要锢 我把抢子都锢 你都锢 我自己锢 你都锢 你都锢 我都锢 你都锢 我锢 问一下导演 这个塔里还有多少钱 还够几个人 够不够再来一个 后边的钱应该都给老师了 昆老师了 谢谢 谢谢昆老师酷酷 阿坤这个特别的棒 我觉得这个未来 你就可以开发一个 专门属于你的 阿坤的这个音乐密码软件 只要输入自己的生日 属于自己的 对吧 生日密码音乐 因为我之前是做理工科出身 在人工智能AI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也在 我们创作的过程当中 大量地使用这种技术 是不是 比如像我在做舌尖的时候 我们就用计算机调制了一些 调逗你味蕾的音色 我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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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他一开始听起来 好像是这样的 好 然后我可以逐渐地 来变化这个音色 我变成了这样的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听的 其实就是我们在舌尖里面 所调制的N个这样的调动你味蕾的音色里面的其中一个 这个音色有点像那个敲饭碗的那种 是吧 瓷器那种 瓷器的碰撞 因为它是对 瓷器 然后搁在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同样的事 专业 那当然 我们也可以听这门这个 好吗 其实很多导演都很喜欢跟阿坤合作 而且合作之后都成为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听说阿坤老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有几位还特地录制了视频 看看这些导演眼中的阿坤到底是一个多贵的人 不 躲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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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徐峥 要祝贺阿坤同志上这个天天下丧的节目 悲催的一件事情呢 他就是我的邻居 所以呢 我经常以邻居串门的这个形式 跑到家就干活的干到半夜里面 但是夺冠的这个曲子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非常感谢阿坤 希望阿坤可以再接再厉 永远不要搬家 让我可以随时找到你好好工作 OK 阿坤他是个特别认真的给影视做音乐 一方面他要有自己的亮色 能让大家听到自己的东西 另外一个呢 他又要用特别柔软的身段 干当配局 这一点非常非常 我记得有一天在阿坤的音乐工作室 阿坤突然跟我说一句说 这样给节目做音乐 只有当年威廉姆斯给卢卡斯做 就是拍星球大战的卢卡斯 我这辈子恐怕也做不成卢卡斯 但是阿坤又可能就是下一个威廉姆斯 所以他内心是酸酸的 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可以再随时联系我 我再继续给大家爆黑亮 哦 徐徐是跟您是邻居了 对 半夜三更就敲门去了 对 他常常以维护邻里关系的名义 让我加班加点地给他工作 OK 郭导呢 郭导演之前大学学的是法律 他跟我很像是属于跨界 对 就是我们在一起创作起来 非常非常的舒服 嗯 对 今天呢这个阿坤也带来了 一个电影画面 我们来现场配音和配乐 大家来感受不同的音乐 配上相同的画面 会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情绪的变化 嗯 阿坤 听着 你只要一抬头 就可以看到我 这一次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来 来 儿子 三 二 一 五 对 对 这段音乐当时是看着画面来的 还是怎么 其实我们刚才播放的这段音乐呢 是被我们导演毕掉了 啊 对 因为其实我同样的一个画面 可以有很多种的配法 对 当我写完了之后 龚格尔制片人也听了之后 觉得嗯 我们都非常信心满满的 拿去给导演听的时候 结果沉默了 梁九说了一句话 这个完全不对啊 完全不对啊 他其实想表达的是一种 跟这个音乐完全相反的 用淡淡的一种钢琴 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想到我们自己的那种功名 嗯 这个感觉就是很宏大的那种 对 宏大趣事的那种感觉啊 对 这是比较宏大 好 来 前锋你来一下 阿坤给我们另外一个版本 来 来 爸爸在天上 你只要一抬头 你就可以看到爸爸了 这一次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来 来 三 二 一 爸 哇 可以啊 前锋 哎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对啊 不是说音乐的声量变小了 而是就是你的内心 变得更紧了的那种感觉啊 对 没有被那种大的音乐给冲大了 前锋很厉害的 这个配得非常非常地好 配得很棒 我们刚才通过这样的对比 就可以感受到了音乐 对电影情绪的重要作用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真的你要把所有的人的名字都看完 每一个演职人员 才完成了您所看到的这部电影的精彩 好了 我们马上进入到学习的部分 就是那种旋疑 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你 紫荆 风哥好 风哥好 你好 风哥好 这是阿坤 阿坤老师啊 好 坐 我们是一人扮演一个角色对不对 肖风 天龙八部 古装片 肖风是一个性格特别刚烈的男子 驱逐和段玉直下的魂飞天腕 双双抢尽 齐声叫 大哥 有配乐的还是要改一下 还是改一个比较缓慢的节奏 那第二段也是悲伤 第三段也是悲伤 就是这个场景他们是救不了的 只有我死才能够挽救和平 尽量的节奏慢一些 节奏慢一些 不能抢戏 不能抢戏 辽军渐行渐远 还是感觉就是 就是就是 键盘里面的音高还是有点高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天龙八部中 肖风自尽的选断内容 军风屁股号角响起 喘下欲止 但听得欢呼之声从近处越传越远 夜里洪姬回过头来 只见肖风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当地 洪姬冷笑了一声 朗声说道 哈哈哈哈 小大王 你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 高官厚禄 指日可待呀 肖风大声道 陛下 肖风是契丹人 今日威逼陛下 成为契丹的大罪人 此后有何面目 立于天地之间 抬起地上的两节短剑 双臂一回 扑的一声 插入自己的心口 轰击啊的一声 纵马走了几步 但随机又将马乐定 虚竹和段玉指下的魂飞天外 双双抢尽 其叫道 大哥 叶绿红姬剑 消风自尽 心下一片茫然 寻思着 他到底与我大聊是有功 还是有过 他摇了摇头 微微苦笑 乐转马头 从辽军阵中 穿了过去 提声响出 千成万计的辽军 又向北行 众将士不住回头 望向躺在地下 削风的尸体 只听得 鸣声阵阵 一群红雁越过众军的头顶 自北而过 从雁门关上 飞了过去 遥军 遥军 渐行渐远 提声隐隐 又化作了 山后的门雷 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福教授 秦毅老师 来 秦教授 你们好 主持人们好 老师好 秦教授是喜马拉雅3D音乐疗愈专家 3D音乐 因为首先呢 我做了很多年关于声音的研究 所以不光我们要去采集声音 我们还要把声音做处理 做分析 做重塑 还要做3D的声音的技术 也就是说当你闭上眼睛 你会感觉到这个声音 在你的前后左右 从各个地方过来 有一点点像 进入了一个虚拟现实的世界 3D环绕等于说是 对 也就是说你坐在家里 戴着耳机 就能享受一个像IMAX那样的感觉 我们能听到多少种声音呢 人类的声音的频率感受范围 是从20赫兹到2万赫兹 或者叫20千赫兹 20千啊 对 所以超过这个领域呢 是听不见的 但是在这个频率当中 其实声音是无时无刻 不出现在你生活中的 只是有的时候你忽略了它 分神了 那秦教授我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频率会让人最舒服呢 就是我们的频率 刚刚韩哥那个低音 就特别舒服 男人那种声音 哦 原来是这样 是的 女孩一听门 燃烧荷尔蒙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些高频 你会听到很不舒服 比如说什么黑板擦 对 对 对 擦到那个黑板的那些 超高频吧 那个苹果的那个泡沫 对 泡沫塑料磨擦的那个声音 就是想到那个声音就很难过啊 就是人家不喜欢超高频吧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曾经看到过学者的文章 说是因为我们要听到野兽的声音 或者婴儿的声音 我们要有一种防卫 我们要赶紧去照顾婴儿 所以这个时候 它其实给我们是最敏感的 一种应激的反应 这个声音是我们人与生俱来 就会觉得那个频段 就会有点不舒服 是的 那有没有什么声音是就是 失眠啊或焦虑的时候 听起来会让人比较舒服的声音 我们曾经其实做过一些实验 我们让几百个人 听了我们原创的这个3D音乐 我们给他们带上了血压的机器 然后带上了皮肤电反应 最后在实验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他们的前侧和后侧 数据变化得非常的明显 是不是 接下来秦老师给我们带来 一个自己的清单 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来 钢琴曲 大老师 你听的是什么感觉 我现在感觉到就是浩瀚宇宙一样 就是直接扔到了那个宇宙里头 因为一有那个钢琴那个底一打的时候 感觉就是一个陨石 就这么过来了 会有想象力啊 对 这段音乐 它是Brenino的Music for Airports 它是在机场里面播放的音乐 机场里不都是那个 我刚才 我刚才想搬回家嘛都是那个 我刚才想象的场景 就是一个暮色中的车站 这种音乐类型我们叫Ambient Music 就是环境音乐 特别适合在图书馆 那我们听一下这个相声新星 这位王亚伯先生 你听完之后 你感觉这段 你有什么想象吗 我是感觉一个人 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比较低沉沉默那种寂寞的感觉 王寂寞呀 王寂寞 一个人站在一个寂寞的地方 大舅又出现了 大舅远远地向你走过来 对对对 当她走近的时候 你发现她是一个红艺的女子 对 好 接下来 还有 这个声好多人喜欢 下雨 下雨 油炸 鼓炸 都是一件声 我以为是金牛排的声音 它虽然是一种噪音 但是它其实 它听多了以后 慢慢地有一种治愈的感觉 有的人是这样的 对 因为那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必须要听打麻将的声音 才睡得着觉 对 而且有人听摇满月的声音 其实睡得特别熟 越吵他睡 越吵 我有个特别好的好朋友 作曲家刘岳 他的小孩 从小就在录音棚里长大 喜欢听古声吧 我们那时候90年代 做节目也要录歌什么的 各种声音 小孩在那睡得特别好 对 一回家就闹 这也是一种习惯吧 可能 是吧 他已经适应环境了吧 因为您不知道 像我跟董老师也是 就是做音乐的人吧 听音乐很难放松 因为你老在想 这一段我要是能用 我哪一段激发了我 然后你不会只是 享受那个音乐 你会想 他怎么能放在我的歌里头 就有时候 职业病 会更那个 对 有时候还去分解这个音乐 就是跟你没关系的 反而更好一些 一个人如果声音特别好听 然后保持在同一个频率 不断地跟你讲话的话 他是可以产生催眠的效果 是 是 是 真的啊 我认识一个心理学家的 一个老师 他跟你打电话 跟你说话 永远在一个声音区间 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高低 每次跟我讲话 汪涵 你好 谢谢你这次 能够来参加我孩子的婚礼 非常感谢您和您的家人 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他永远是这种 但是你熟悉他的声音 对 你很熟悉 电子的 就他那个声音让你 汪涵 你不管跟他说什么 你说 哎 教授 你告诉我一下 这个佛手怎么吃 汪涵 你好 佛手分为粗皮佛手和细皮佛手 就是 总觉得他跟你说话 只要一配上音你就能睡觉 那如果说有急事呢 就是我掉进水沟里了 掉进水沟里了 汪涵 谁说水沟 你好 分为深水沟跟浅水沟 你掉进了一个水沟 对 其实我们每个人 如果听同一首音乐的时候 不同的听众 他的心里的反应 一定是会有个性差异的 这个和他的个往的阅历 跟他的经历 还有跟他此时此刻的情绪 包括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的不同的性别 他都会有关系 说起这个助眠 我们这个秦老师 在喜马拉雅APP当中 也推出了自己研发的 以3D音乐进行的助眠的方法 这个每天都有几千万的用户 通过秦老师的这个音乐 改善他们的睡眠 然后克服焦虑 是 没错 秦教授打造的这个全新助眠专辑 已经在喜马拉雅APP 独家上线了 现在拿起手机 下载喜马拉雅APP 天天向上 就能可以免费收听了 11月30日到12月5日 喜马拉雅123狂欢节 精品好客五折起 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赢取 智能手机 晓雅智能音响等超值好礼 喜马拉雅的123狂欢节 现在终于知道韩哥 为什么每轮都要加价 以123元的倍数保上增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一个节日 是的 好 还有一组带定的嘉宾 在第五组 有谁想使用替换权 好 我有替换 因为刚才老师就是感觉太高深了 因为他的音乐方式 是要超脱那个音乐 是超脱别人感受的 我想再看看 我能不能用替换的方式 能替换出一个 能跟音乐有合作的嘉宾 好的 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带定嘉宾 天天向上提醒您消耗看点 这个是印第安迪 哎呦 火车开了 滴答 又一点点 滴答 下小雨了 就像林郑英老师降妖一样 怎么不把你收了去呢 拼多多 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拼多多 天天向上 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拼多多过名的天天向上 拼多多 1212大醋 红包雨不停 人人都能力 感谢喜马拉雅APP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喜马拉雅 听书 听课 听段子 大家好 我们是 环球新奇音乐的收集者 我叫肖威 我叫袁子军 我们叫做公指乐团 好 那我们现场来听听看 你们手上带的这个乐器 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听听 好 真好混 新访给人 特别好听 八音盒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法国艺术家 手工做的一个风铃 它这个风铃能产生八个音 能产生一段旋律 非常的好听 这个是印第安迪 那能不能听听吗 火车开了 特别的遥远 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们不单要找到这个声音 还要学会演奏 因为这些乐器都非常简单 很简单 对 我们首先来听听看他们的这个音乐 阿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几位老师 这是我们公子乐团合作的艺术家 吕老师 等于就是这段音乐 都是用台上的这一些 对 乐器完成的 是吧 我听到特别低沉的那个 像打雷一样的 刚才咱们听到 有两段低沉的声音 那么其中有一段 就是用这个乐器来演唱 这个 这个东西叫迪基里度管 它是世界上目前已知 最古老的一个管乐 在澳大利亚土著人演奏的一种乐器 这个请吕老师 师兄 您嘴里出来 是不是那个 这个声 还是他本身吹出来就是这个声 这里面出来了 哦 它里面有好几种声音 这个东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叫什么名字 叫原响琴 原响琴 原响琴 我是他的研制者 因为古代有个用戏叫方响 那是做了个圆的 我的理念就是从方响来 您给我们听听他的声吧 特别像梦里的声音 特别空灵 就是你梦里感觉会有一种声音 应该就是这个声 厉害 厉害 那是原响的小朋友们 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 好 接下来那个 哎呦 子然 哎呦 子然这个特别的好 韩哥 你好 我是原响的演奏者 也是推广者 我们在我们的原响的音声现场 我会营造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去烘沱 最开始大家会听到那个大自然的声音 海浪 哦 舒服 舒服 这也能有那个下雨那种感觉 就是在我们的音声现场呢 它会有不同的那种大小的水声 嗯 最大的声音是海浪 然后到溪流 是水 那我们还有雨棍 声音它就相对就像下小雨一样 很细碎 哎 这个好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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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小雨了 对 种子说 我要长大 嗯 滴答 哎 种子在这呢 滴答 下小雨了 小朋友说 我要回家 哇哦 这小木木背的啊 这真好 这真好 特别好 雨棍天晴啊 哎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是我们去印度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心急的小乐器 印度同龄啊 在印度人唱歌跳舞的时候 他绑到手上脚上 哦 我就晃了 宰歌宰舞 这个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是怎么找到的 嗯 在印度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本地治理 嗯 这个本地治理的郊外 有一个叫做黎明之城的地方 是由一群艺术家组成的 它已经存在了50年 这些艺术家表示 就是放弃城市的生活 甚至说放弃自己的国籍 他们在50年前的时候 每个人带了一捧自己国家的泥土 在这个地方撒下 说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在这儿共同生活 他们是无头邦 然后他那儿有一个乐器设计师 开了一个叫声响花园 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乐器 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哦 我们听一下这个 来 我特别想看吕老师演奏这个 吕老师拿上这个 就像林郑英老师降妖一样 怎么不把你收了去呢 接下来嘞 书童 大家好 我是书童 书童这个乐器 您能够跟我们演奏一下吗 这有点像缩小版的竖琴 这个 这个是吗 来 子军 哎 好跳 啊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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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nother world we speak me to you in another world i love you 这个乐器叫竖琴 它的构造也比较简单 而且演奏的时候一根弦 就对应一个固定的音高 学起来很简单 上手比较容易 但是弹好肯定不容易 对 弹好不容易 一定是这样的 对 现实了这么多国家的新奇乐器 也有很多好听好玩的 我相信大张伟 你觉得跟这个乐队一起合作 你有这个质感 可以吗 我用我那个交换卡 对对 我如果跟老师们能合作一首歌 我很开心 可以吗 特别期待老师 对 好的 大张伟呢 会和这些新奇的乐器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们拭目以待 来 老师们好 那种节目组跟我说的时候 再加上刚才我跟你们那个 小接触一下 听的时候就特别想让人按脚那种 那种 那种音乐对不对 那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刚才商量说是 来一个大老师的歌 大老师呢 本身他也没有多大一个老师 就是就是我只是一个天才而已 天天天天才而已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 应该怎么弄一个 比如老歌 就那种特别深情的 我以前特别 我以前特别喜欢一个歌 叫 我记得速度也不快 对 配上那种你这溪流的声音 都是感觉在岸边给女孩梳头 你觉得行吗 可以 我觉得没问题 你就 老师 然后我来一和弦 好 天使之音 画了 对 完美 就这一 行 那待会儿抬上线了 待会儿见 拜拜 拜拜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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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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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Oh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Oh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拼多多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拼多多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拼多多 过敏的天天向上 拼多多 1212大醋 红包与不停 人人都能力 天天向上提醒您 向前看电 大数据显示啊 50岁以上的网购军团 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万 你的爸妈 会网购吗 许璐 爱不解你 武艺带着爸妈 来报到 家里 90%东西都是网购 太谦虚了 太谦虚了 不止 我请你多买 几天不买都难受 我一出山回来 电话被打爆 全是我妈的 基本餐都被 全包了 疯狂的话 一天能收到30到50个块钱 和他们网购的东西 你有圈圈看过吗 这是一款蒜泥器 来 我以为是个电动的 这是一个衣服的烘干器 拼命拉正根线对不对 不是 盖货潮吗 最爱逛的是一些滚丸 特殊 跟牛芳节度玩 一样的穿在身上 金刚如皮 蜜蜜蜜 蜜蜜蜜蜜蜜蜜 又来一个 传国玉戏来了 一层灰 你别吹 别吹 完了 付出钱了 付出钱了 你试试你爸 别老被骗 好吗 甜甜四小花 带来好物推荐 躺究竟买谁的账 我推荐的这个呢 真的便宜好用 哪里痛 天哪里 孔哥 你不是演的吧 你知道我直播剧 很容易翻车了 我真不起演的 妈咱再往下看看妈 特别软 特别舒服 是不是想要 想要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为什么不直接去运动呢 为什么要买这些 就是花里胡椒的东西 你要记得这个是送给爸爸妈妈的 爸爸妈妈也可以去跑步 就像跑步啊 那个叔叔 那个叔叔办了一张健身卡 也不怎么去 这个对许璐的爸爸绝对的 我认识是孝庆父母的 就是孝人定制医生 不吹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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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日晚天天上仗 网购虽好 也要盯进爸妈的购物车 好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我们的冠名商拼多多 拼多多1212大醋红包雨不停 人人都能领啊 是的 不要忘记 11月30日到12月5日 喜马拉雅123狂欢节 主会场精品好课五折起 打开喜马拉雅APP 搜索天天向上 跟我一起听喜马拉雅天天向上吗 谢谢各位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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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